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遭到杀害,不久后,聋哑人男子向警方自首,男人很快被判入狱,可警方不会知道,真正杀人的其实另有其人。 故事发生在东南亚某国,阿邦和弟弟是没有居民身份的非法外劳,因此在异乡他们无法享用一般国民福利,就连银行户头都无法拥有, 只能在外劳聚集的老社区做着最艰苦的体力活,勉强为生。 兄弟俩个性相反,哥哥阿邦天生聋哑,任劳任怨,每天到市集打谢灵工,搬运货物,斩杀加紧,即便被人坑了钱也不敢自身。 弟弟却不同,因为不甘向命运低头,弟弟常年混迹于黑帮,靠着兜售假证件赚钱,每天过着被警察追着跑的日子。 唯一的梦想是攒够了钱带哥哥离开这个鬼地方,尽管性格不同,可兄弟俩的感情颇为要好, 每晚到家,阿邦都会煮上几个鸡蛋,然后留在锅子里给晚归的弟弟,买了新衣服,阿邦也总会让给弟弟穿, 希望弟弟能在这个糟糕的世界体面地做人。 除了兄弟俩相依为命,唯一对他们好的是个叫阿钱的跨性别者, 阿钱时常对兄弟俩唠叨,还会时不时地做些饭菜给两人吃。 三人在饭桌前嬉笑的日子,是兄弟俩深渊般日子中仅有的阳光。 外劳社区经常被警方查控,好些个夜里,兄弟俩说到一半需要爬起来应付警方的检查。 好在弟弟提前制作了假的身份证件,几乎每次都能蒙混过关。 面对穷凶霸道的警察,弟弟抱怨说要在选举中好好挫挫这群官员的锐气。 阿钱却出声提醒,身为非法外劳,他们根本就没有投票的资格。 某天,阿邦给弟弟买了件好看的蓝色衬衫,随后领着弟弟拍了证件照。 可拍照这天,一群外劳将弟弟围住痛殴。 原来为了赚钱,弟弟欺骗外劳们,说能帮他们弄到身份证明。 见弟弟被欺负,阿邦立刻冲了上去,拾其木棍挡在弟弟身前。 为保护弟弟,阿邦根本不顾自己。 外劳们被这股狠劲吓退,回到家的阿邦先是给弟弟处理伤口, 后又要求弟弟将骗来的钱全都还回去。 他希望弟弟做个好人,而不是在饿的泥潭中越陷越深。 弟弟却并不听劝,在弟弟看来,这个世道只有钱能帮他们摆脱困境。 于是夜里,兄弟俩罕见的爆发争吵,弟弟更是一气之下跑了出去。 闹矛盾的期间,兄弟俩有着各自的感情烦恼。 阿邦喜欢上一个缅甸的姑娘,小苏。 小苏是个单纯漂亮的姑娘,与阿邦互相倾心,可阿邦迟迟没有表明心意。 他知道小苏一家正在申请出国,他不愿耽误女孩的未来。 离别的这一天很快到来,小苏和家人的出国申请获批,下周便要离开。 那晚,女孩给了阿邦最后的拥抱和亲吻。 而阿邦只能眼睁睁看着女孩离自己而去,造钱买给女孩的围巾也始终没有送出。 弟弟也有喜欢的女人,对方是个有夫之妇,和弟弟每夜缠绵寻欢。 可最近,女人打算回到老家,回到丈夫身边。 就这样,弟弟和女人匆匆告别。 回到家,阿邦已经煮好了鸡蛋放在桌上。 吃着熟悉的味道,弟弟方才知晓,这世上唯一不会离开自己的人,或许只有哥哥。 不久后,阿谦举办生日宴会,兄弟俩受邀参加,弟弟有些担心,万一哥哥组建了家庭,会不会抛弃自己。 阿谦笑着回答,不会。 作为局外人,阿谦看得明白,兄弟俩无法离开彼此。 阿谦的话令弟弟吃了一剂定心丸。 借着热闹的生日宴,阿邦递给弟弟一盘蛋糕。 兄弟俩跟随灯光舞蹈,拥抱,昔日的矛盾渐渐在这暖人的怀抱中尽数化解。 遗憾的是,好景从来不长。 这段时间,为了帮兄弟俩弄到合法的身份证明,一个叫小李的社工每日东奔西走。 阿邦感谢小李的善意,弟弟却并不领情。 弟弟只觉得,身为外劳的他们,办一张假的身份证明比弄张真的方便得多。 更何况还能利用制作假证件的机会赚钱。 某天,小李带来一个好消息,他找到了弟弟的亲生父亲。 只要弟弟愿意跟父亲相认,就能得到一张合法的身份证明。 弟弟仍然不领情,他并不想见到抛弃自己的父亲,更不想离开相依为命的哥哥阿邦。 小李批评弟弟自私,不想争执间,弟弟尽不慎将女孩误杀。 弟弟慌了,而见女孩流血不起的模样,阿邦二话不说收拾家当,随后和弟弟一起逃离现场。 比起其他的,阿邦最在意的仍然是保护弟弟。 逃亡路上,兄弟俩始终陪伴在彼此身侧,直到入住宾馆的那个夜里。 夜晚,弟弟提起过往之事,以前他偷鸡蛋,和人打架,每次哥哥只会打他一两下作为惩罚。 但这次,事情闹大佬,弟弟坦言内心的恐惧,原本生活就已经糟糕透顶。 如今还死了人,他很害怕。 看着睡在身侧的弟弟,彻夜未眠的阿邦想到了小时候。 那时,他给年幼的弟弟梳头,兄弟俩在彼此的额头上默契地磕水煮蛋。 只可惜,岁月从不曾静好。 一日一早,弟弟醒来,却见阿邦已然离开。 弟弟以为哥哥终是丢下了自己,直到看到新闻才知晓。 原来哥哥竟去了警局代替他自首。 事到如今,这是阿邦对弟弟最后的守护。 很快,弟弟来到监狱看望阿邦。 阿邦已经被判刑,弟弟万分自责,他犯了罪,不该让哥哥替自己扛。 阿邦却一如既往,让弟弟去找他的亲生父亲。 只要拿到身份,就能过上全新的人生。 弟弟不愿承认别的亲人,当初他被抛弃时,只有哥哥一心一意爱护和照顾他。 因此在他心里,只有阿邦这一个家人。 为了守护弟弟,阿邦用手语抛下狠话,让弟弟永远别再来看望自己。 目睹哥哥远去的背影,弟弟泪流不止。 那夜过后,弟弟回到曾和阿邦一起生活过的家,并开始给哥哥寻找律师。 可律师也分人间,弟弟没钱,律师便一再推脱。 暗淡无光的等待中,阿邦被判了死刑。 车上,听闻消息的弟弟哭得像个孩子,而在监牢中,看着隔壁牢房的犯人被拉去执行死刑。 阿邦的心中全是绝望,死期将近,阿邦茶饭不思,其实他有个秘密瞒着弟弟。 事实上,被弟弟推倒后,小李并没有当场死去。 当时无外有人敲门,情急之下,阿邦捂住了小李的口部,这才导致女孩的嘴中身亡。 想到这段秘密,阿邦不时发出梦魇,恍惚间,小李似乎还在面前,笑着说帮弟弟找到了父亲。 巨大的愧疚下,阿邦不时掩面哭泣,他不懂人生怎么会就到了这般地步。 小李的追思会在教堂举办,路过时弟弟舍了一株雏菊,陷在小李死去的冰冷地板上。 没有哥哥的日子里,弟弟开始学着煮鸡蛋,缝衣服,开始收敛性子,认真工作。 弟弟明白哥哥是在用尽最后的力气将他托举出生活的泥沼。 唯一的朋友阿钱即将搬家,走前,阿钱留了笔钱给弟弟,弟弟也关心地为朋友按摩双脚。 只是没有阿邦的屋子空荡荡,清冷中又生出几分凄凉。 后来的某天,见阿邦在狱中不吃不喝,狱警便请来法师和阿邦谈心。 法师将生命看得轻飘飘,认为生与死不过是生命的自然循环。 既然注定死亡,那么活着的时候便要好好活着。 阿邦的情绪却渐渐激动,法师说要好好活着。 可是实是,有些人从来到世上开始就不被赋予好好活着的资格。 像阿邦,他想象普通人一样拥有父母,能说话,被人爱,可命运从不允许。 法师说的冠冕堂皇,其实并不懂生活的艰难。 对于一只底层的蝼蚁而言,法师说不放弃地鼓励话语,无异于空洞地说教。 阿邦不断用手语告诉法师,像他这样的人,从来就没有未来。 狱中这些时日,阿邦已经想明白杀死他的,从来就不是一次误杀事故,而是毫无希望的生活本身。 法师沉默不语,阿邦却用尽力气嘶吼出一句,我想死。 死亡似乎成了阿邦活在这世上仅有的权利。 见完僧侣后,好心的狱警宽慰阿邦,说自己知道他不是个坏人。 听着这句话,阿邦终于咽下些许的饭菜。 是啊,他不是个坏人,他没有做错什么,可命运从来不公。 漆黑的夜里,阿邦寂静无声地咀嚼着煎牢的饭菜,就仿佛将这些年的委屈、苦难。 一并吞食,距离死刑只剩三日,阿邦决定和弟弟见最后一面。 弟弟剃了短发,穿了阿邦送的蓝色衬衫,用手语说着自己在外面很努力地工作,让哥哥不用再担心。 阿邦轻轻点头,然后掀起面前的盖子,里面是两枚煮熟的鸡蛋。 兄弟俩一人拾起一枚,阿邦还像过去那样将鸡蛋磕在弟弟的脑门上,可弟弟抬起的手却渐渐放下。 阿邦抬头时,勤满眼泪的弟弟低声诉说,如果有下辈子,换他来当哥哥保护阿邦。 阿邦淡淡地笑着,兄弟俩最后一次握紧对方的手。 永别再急,监狱外的弟弟声泪俱下,里面的阿邦仿佛看见年少的自己,那个自己为如今的他安静梳头。 对阿邦而言,那是他内心深处想要好好活一次的渴望。 随着来不及送给小苏的丝巾被风吹落,阿邦的生命也在监狱中走到了尽头。 只剩弟弟一人的家中,兄弟二人的证件照被整齐地贴在一起,那是他们此生仅有的合影。 一个云淡风轻的日子里,弟弟来到一家餐馆和老板见面,老板不是别人,正是他打算接纳的亲生父亲。 这一生,哥哥用生命挽救他走出泥潭,那么余生,弟弟发誓,将用尽全力行走在阳光下。 电影结束,好了,尽量到这里了,按点赞,留言,关注米虫,每天定时打卡米虫观影,一整天嘴角小玩玩哟,拜拜。